欢迎大家收看 每个星期很多人都期待的 吴强博士的专访 明镜编辑部 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 明镜伙伴 吴博士你好 何秉你好 明镜 所有专重朋友大家好 今天好像 吴强博士精神好像 比较的跟 早一段时间不一样 好像你是不是 什么怎么样 情绪好像还不错今天 我的意思是 对年底 年底总是这个应酬 社交 过去两年 我们在北京 尽管 疫情最严重的 这个暴风炎 但是 到年底 每一次谈话 每一次社交 每次喝酒 我们都觉得 是人生当中的 最美好的时光 到年底 我们同样是这么一种感觉 是这样 感觉的很幸福 我就没有这样的幸福的日子 一早上就开始工作 工作工作工作 今天本来在拍一个纪录片 一个纪录片 跑过来拍 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 我不能拍了 我必须要赶紧去参加节目 他们说谁啊 我说我要跟吴强博士 主人马上就知道吴强博士 你不是跟吴强博士在连线吗 所以他们就跑过来 就是要拍摄我们的 现在这个节目 现在我们的旁边 其实就是有摄影师在前面拍 不过我们观众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那么我们现在 当然是最关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的灵 这个灵好像带上来了 一个出现了一个灵营人 一个出现了一个清灵 我不知道您注意到 灵营人和清灵没有 这是我们现在关心 中国大陆2022年 新年之后的两个灵 双灵 对但是我自己也不理解 这个清灵我知道 过去两年 中国的对新冠病毒的态度 一直是以清灵的一个姿态 但是灵营人是什么 你不知道 哇那我都向你报告了 可见你真的是 跟朋友们去参加智慧 忘了党的新的精神 从今天开始 就是中国的新闻的 CCTV吧 会连世播放一个连世剧 孙力军 还有几个中共以前的这个领导人 不是这个领导 是地方领导 政部级领导 副部级领导 他们被这个在审讯期间 接受CCTV的这样一个采访 然后就讲述他们 为什么犯下了这一系列的错误 孙力军也出来露面了 然后他们的主要的主题 就是要对腐败的问题 实行了完全的年轻人 零隐忍 就是说呢 不要以为 这个反腐败 会接触 那么这个不会接触 会继续下去 那最近我看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数据的资料 那么利用这个安全码 安全码的方式就是你任何人的这种行动 实际上你一个意义上翻译成一个维稳的语言 就叫安全码 表面上叫尽管码 实际上是安全码 你所有的行动都会被控制 下一步马上就会实施了 这个电子人民币 虽然电子人民币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但如果电子人民币和你的行动都会被控制的话 中国就等于生活在一个玻璃屋中 那在玻璃屋中 你说这个贪污腐败是不是会受到很大的控制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中共似乎比以前更能够 就是能控制关于的贪污 所以他们叫零隐忍 就是绝对不能让腐败继续下去 是这个意思 对 当然这两天我也注意到 这个森林军以及其他的几个人 在新年过后就开始电视认罪 这个电视认罪是表明中央对所谓的贪污 所谓的高级官员的违法乱纪的一个民容忍 以及跟我们所谓的在新冠疫情态度上的一个清零 那这两点我相信确实会贯穿2022年的中国政治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 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在过去一年我们做节目 每周做节目我们都谈到 我们感到越来越深的就是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一方面是有跟疫情的关系 一方面确实是跟国内政治的各种的动荡 跟权力斗争 派系斗争 跟中国和国际 尤其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所出现的各种的不确定 我们待会也要谈到 也要聊到的各种的各样的这种对抗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林荣忍当然是在表明中央 表明20大之前 以及20大之后 对所谓的一种一种一种 所谓的伟大斗争的一个态度 这种伟大斗争态度 我个人其实当然很怀疑 就像我们对清零的怀疑 对林荣忍的怀疑 这是一种非常我们听起来 也许美国的观众比较好理解 这是一种非常清教徒主义的一种思想 但是中国过去 我觉得跟中国过去2000年的儒家的政治传统来说 很难理解的一点 我们很难理解的一点 什么林荣忍 什么清零 我们真的很难理解 我们在过去2000年儒家政治传统当中 比如说在最 讲究这个理学 在讲最假道学的这个北宋 比如说在福建 江西 朱熹理学时期 其实朱熹理学在北宋实际上是很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是很 变远化的 但是它曾经是最最最最最最 比较接近于所谓的林荣忍的这么一段时期 但是在整个2000年当中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多元 有一点点的 各种各样的 交融 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在过去2000年 这种各种的反林荣忍的 反清零的各种各样的交融过程当中 多元主义的一种事实上的一种交流当中 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当中 在各种文化的竞争当中 发展出来到现在 表现出了相当强的一种生命力 那么 从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在过去 我理解过去2000年中华文明 儒家的历史 儒家的政治来讲 我们都很难找到林荣忍 接近于清零的这样子一种概念 那么这个 如果我们能找的话 那确实是我蛮兴奋的 那就是一种清教徒主义式的一种想法 一种绝对主义的 一种加尔文式的 一种 或者说对恐怖主义分子 的一种绝对的 专政式的一种思想 那么 这样一种思想 这样的想法 是相当现代的 相当现代的 相当现代的 就是 可以 所以说到三反五反 以及到 文革前后 这种触及到灵魂深处的 各种各样的洗脑 思想清洗 思想运动 政治运动 等等等等 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一些 所谓的 清教徒主义式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一种态度 除此之外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有这样一种 玲珑忍和清零 同时并行的一种状况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 玲珑忍 我自己都有点 惊讶 我自己有点惊讶 相当惊讶 就是说 哪怕像孙宁军的案子 这个案子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了 有一阵子了 在北京的身边 在我个人身边 在所有这些 我们都能够 在过去几年 甚至过去十年以来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这种系统内部的这种震荡 这种震荡 是各个系统 各个部门 最后到生命军 只不过是最新的震荡 我们都不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这只不过是一种清洗 就好像最多 像是1936年 38年 斯大林时代的 一种大清洗 那这种大清洗 我们都很难想象 它是一种 所谓的 一种零容忍的状态 我们都没有听到 这个概念 我的有限的 对共产主义历史的认识 我都很难 有这样一种 所谓的零的 一种概念 那么现在 它好像是现在 当局的一种 清洗的一种 一种指导方针 这确实是相当的 一种清教徒主义式的 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 已经某种意义上讲 在我看起来 跟我们最近思考讨论的 以及待会要论述的 一些问题都有关 它已经不是在 宪法层面上来进行 不是在法律层面上进行 不是在普通的 政治层面上进行 当它在谈零的时候 这种捷径感 这种捷径观 已经是一种非常 非常道德主义的 一种非常道德主义的 一种政治运动的 一种到来 那么这种政治运动 它在过去两年 给中国人民 给全世界都看到了 是一种怎样的清零 那么如果在政治运动上 它试图也是以这样一种 一种一种纯净主义的 一种Pilified list 一种纯净主义的 一种清教徒主义式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话 那么 我现在无法讨论下去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 非常非常非常 匪夷所思的一个 一个基督教 一个清教徒主义运动式的 在中国的一种翻版 等等 先stop在这里 对 我一下子 您的比较犹豫的 您在寻找一个比较准确的 一个词来表述你的 一个想法 我就会觉得 我刚才出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相信可能 这个 吴博士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我们未来还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林与人毕竟是一个比较的 一个目标性的一个东西 我们未必有很快的一个 一定必然的一个量化标准 一般人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但是清零这个事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马上就会看到后果的一个事情 在过去了一年 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 中国的这种强制政策 对世界上影响还比较小 但是现在世界上很奇怪的是 现在这个变异的病毒 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流感式的 比流感要逆重一点的一种病毒 全世界已经开始感觉到 像美国这些地方 我们的病例增加的非常之多 但是基本上已经接近高峰 然后要进入尾声 而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 对世界的经济影响非常之大 很多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消费品 很多很多的重要的产品都是跟中国的生产力 有关所以世界上的经济最近有一点比较恐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 完全变了一种政治行为 没有任何理性的这么坚持下去 这一点您注意到西方的这种担忧吗 而且有一点不可理解 对我注意到了 实际上在过去一个季度以来 尤其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季度 中国的这个产业 尤其是面向出口的产业 其实出现了急剧的下滑 无论是统计 还是我在做出口的很多的朋友们 所有实业界的朋友们 他们切身的感受 那么确实跟清零政策 它导致的产业效果直接的相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多谈一点点 那这种清零对瘟疫 对新冠病毒 尤其是对最新的 从Delta到Omicron的这样一种 非常恐惧的一种面向 从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 就采取了一种 是新冠病毒如恐怖主义 是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恐怖主义 分子的这样一种态度的一种清零政策 那么在中国今天一直是没有放松 反而被强化 那这种态度跟过去几年 中国的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它在重新建构中国政治 现在政权的一种合法性 都有关系 那么某种意义上讲 我们甚至可以把现在北京 对新冠的态度 清零的态度 跟当年 跟现在对1840年 对鸦片 林哲徐对鸦片的态度 其实是很相提并论的 把鸦片是做红水猛兽 是做是一个对民族意志 对民族的所有人的身体的 一个极大的摧毁 然后当然会威胁到政权本身 现在中国似乎也是在 在这样一种 我们不知道起源是什么 但起码 目前 它对新冠的这种态度 跟对鸦片的态度 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它可以栽赃到任何的 这个外部的来源 比如说Delta Omicron 它现在都是一些 显然是可以解释为 是外部的变种的病毒 它已经在忽略了 它的起源是什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清零是被变满加厉了 就像对鸦片 不用管中国人民 到底对鸦片当年的喜爱 对劳动人民 这种苦力主义 苦力 对鸦片的这种依赖 我们知道劳动人民 只有靠鸦片 才能获得一些安慰 对这种安慰 已经是无视的一种态度 那么现在对新冠 现在其实也是采取一种 把新冠的最新的这些变种 以清零的态度来 回到了1840年 对鸦片的一种洪水猛兽的 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 把中国现在是 强行的建构的 拉回到了1840年 面对一种鸦片 新冠 Delta Omicron的一种 一种 一种 外来的一种恐慌当中 这才是中国现在的一种 某种意义上讲 一种国家主义的一种叫魂 一种恐惧 这是最关键的 其实谈其他的 我觉得可能都不重要 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建构 才是我们对未来长期的 中国政治发展的 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 无论是美国的CDC 还是全世界 在谈这种最新的Omicron 它的效果可能就跟流感差不多 一星期就好 全世界都在迎接一个后疫情时代到来 但中国 这种对后疫情时代的这种心理准备 可能是需要相当漫长的一种 转换 这种转换 以及由此对中国社会 对中国政治的根本的改变 我觉得才是一个新的一种鸦片战争的一种建构 那么这是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全世界似乎都在为后疫情时代的政治 在做一个准备 在做建构 那么中国现在的清零 在做现在的一个零容忍等等等等 其实也我相信也是在为2023年 对20大以后的未来的政治世界的格局 都在做一种准备 那这种准备 某种意义上讲 回到了1840年的一种状态 好 讲得已经非常好了 我们不需要讲这个 现在清零政策之下的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一般性的分析 我们明镜的很多的频道 已经有很多的节目 但是像吴强博士这样 一下子跟我们拉到了 这个1840年 我认为这些话 我们的观众应该是能够理会到 应该能够体会到 现在中国的政治的 这个重庆过程中间的 真正本质性的东西 那我现在来请教 这个吴强博士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最近的哈萨克斯坦 和乌克兰的局势 乌克兰局势现在还在谈判之中 那么哈萨克斯坦这么迅速的 平气他的这样的政兵也好 暴乱也好 或者是抗议也好 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么快就 就好像这个事情又 又又没了还是说 这个里面还是隐藏了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还有可能会爆发回来 对 我们在一周以前 在两周以前 我们对2022的世界局势 我们做过一些分析 但没有展开 我们让全世界最担心的都是 俄乌冲突 在过去的两周里头 我们也看到美俄的谈判 美欧的 俄欧的谈判 以及欧安会跟俄罗斯谈判 其实30层级的谈判都在进行 那基本上都是没什么结果 尽管如此 我们都相信 也许在2月初的冬奥会进行的时候 那么俄乌的冲突 仍然有可能发生 那么这种冲突确实是 全世界都在 不能说期待 但实际上都是在最担心的一种 在欧洲大陆 在冷战之后 最危险的这么一种战争 可见的战争 而且为了这可见的战争 俄罗斯和北约 美国都在做准备 都在做大量的外交上的军事上的准备 那么我个人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外交上的斡旋 看到军事上的准备 比如说在波罗的海三国 在乌克兰 我们都能看到 哪怕是很不对称的一种常规军力的一种 战场局势下 北约方面 乌克兰方面 仍然是可能 遏止这种战争 就好像我们一周前也讨论过 联合国的武藏 在一月初突然进行了这种 关于不进行核战争的各种的这样 声明 联合声明 都是非常反常 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些声明 那么俄乌战争 其实确实是全世界 现在都在担心 都在期待 的一个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哈萨克斯坦 作为当年的独连体 当年 现在俄罗斯最担心的 它的地缘政治当中的核心的地域 一个白俄罗斯 一个哈萨克斯坦 一个西边 一个东天 然后所因为人民的起义所爆发的 这人民起义的爆发 就是跟颜色革命 跟2011年在埃及 之前在乌克兰 之前在白俄罗斯 所发生的所有颜色革命 情形都一样 样式也都一样 但是我们看当局的反应 一带一路反应也好 这个俄罗斯的反应也好 第二代继承人 托卡耶夫的反应也好 我们看实际上都在吸取了 所有微型国家在吸取了 2011年以来的 颜色革命的教训和经验 相当的快速 迅速 这种迅速确实是 我们在过去一周 我们看到所有的国际媒体 都在评论 民主世界很难做出来的 而确实是 普京 威权阵营里面 能够做出来的 让我们回到了 我们上一周评论的 我当时直接的印象 回到了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 1968年的布拉格之村 那么 独裁的专制的阵营 他们用 1905年 当年的日俄战争的模式 我们清朝 大清国 邀请 邀请俄罗斯 来稳定东北 稳定满洲 在这种情况下 所爆发的日俄战争的 一种类似局面的一种重演 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 俄罗斯又在 重新的在被 托塔耶夫当做一个外部的势力 所有的外部敌人 外部势力 其实就是当局者 在借用的 在借用的力量 但是他在污名化 国内的起义者 那么 他把所有的这些 外部的介入合法化了 这还是1956年 1968年 或者说1950年 1953年 所有的这些 冷战时期的这些 都这种 所有的这些模式 在过去的两周三周 都被空前的加速 模板化了 所有的演习 我们看到 这个介入 哈萨克斯坦的俄军的将领 都是很有经验的 介入到乌克兰危机 里头很有经验的将领 那么在过去十几年的 这种这种处理模式当中 对颜色革命处理模式当中 已经成为套路了 这种套路 甚至我们在最新的 我们这个节目不讨论的 比如说 最新的北京的驻港部队司令 也是从新疆的武警的参谋长 调过去 那么这种模式 在我看起来 真的是一带一路 这种威权阵营当中 现在对类似的人民起义当中 的一种镇压 然后才是 纳扎巴耶夫和托塔耶夫之间的 一种一代二代的 这种权力竞争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整个威权阵营里面 他们现在有共识 就像当年共产主义阵营里头 有共识 只要人民起义 那就镇压 民族主义变成一种次要的问题 民族主义变成次要问题 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的 当年就谈的这种 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服从于 一种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一种民族主义 这民族主义是带有一种形态色彩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对哈萨克斯坦的人民 因为比如说在张老金的这个石油工人 最初的一种反抗 这种反抗其实在所有的国家 在在新冠疫情期间 从南美到美国到中亚 都普遍存在着一种一种一种诉求 一种声音 其实就是对养老金制度的不满 对物价上涨不满 对工资太低的一种不满 这些不满我们在全世界都能看到 在类似的 现在在哈萨克斯坦 以颜色革命的类似的方式发生 然后俄罗斯是采取了一种混合 混合军事 或者说叫混合战争的一种模式 混合战争模式 特种部队加上反恐 加上快速反应 加上宣传战 Cyber war等等等等 结合起来 然后在短时间内 采取了一个他当年 对乌克兰 现在也可能对乌克兰要采取的 一种混合战争模式 在哈萨克斯坦迅速的采取了 他保证 对拜登鲁尔 对一带一路 防止中国介入的一种 抢先的一种进入 就像我们当时1905年的一种翻版 在这种情况下 纳扎尔巴耶夫的第二代领导人 托卡耶夫是相当聪明的利用了 既利用了人民的反抗 也利用了俄罗斯的揭露 也利用了中方的一带一路的 这样一些这种政治上的资源 奥援 他最后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他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的一个 所谓的改革的姿态 他现在取落出了一些空投支票 那么这是很有趣的 他的他的改革空投支票 是真的挺有趣的 他在利用所有这些东西 他在引狼入室 然后许一下未来如何去进行改革 给人民进行如何的福利 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相当聪明的 在一个甲愤当中的一个 知识分子的领导人 技术官僚 如何利用人民的反抗 把他的太上皇 以整个家族都给搬倒 那么这跟埃及的莫里华革命 穆巴拉克家族被搬倒之后 沐山切尔西等等等等 这些上台之后所面临的这种国际批评 是不同的 他掌握不同的 现在的威权主义阵营 真的是在从颜色革命当中学习 如何进行颜色革命 如何进行颜色革命 他们在他们在主动的在学习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 一种从颜色革命当中学习的一种典型的 一种一种一种 模范一种样本 而且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的第二代领导 托卡耶夫 似乎都有意短时间快速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好像这所有问题都没有发生 回到了半个月前 那么俄乌的危机其实仍然存在 全世界的问题仍然存在 那这才是我们现在仍然要期待 仍然要看的 我们的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总统这么厉害 大家忽视了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实际上是 他不但在中国学习过 他很多的语言 他在很多的国际组织也工作过 而且还有一个背景 跟你差不多 政治学不是 你知道他的背景吗 而且习过很 我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哎呀他跟你是同行啊 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比较悲哀的话题啊 就是我所在的这个美国 我们其实生活照常没什么变化 但是你打开媒体吧 比较的紧张 这种紧张就是美国的政治并没有从 以你前的1月6号的那一场危机中间 把托出来 仍然还是在继续的对抗 仍然还是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以至于我所接触的美国人 甚至包括年轻人 他们现在对美国的民主 有一个非常悲观的 非常担忧的态度 而这一点可是跟以前我的感受是 很大的不同 最近的一个民调还显示出来 有58%的人 怀疑美国的民主可能面临着崩溃 我不知道您的感想怎么样 能不能体会一下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种危机 我们上周也讨论过 就是过去一年 随着1月6号的这种啤酒短政变的到来 我们对美国民主的危机 你感受的是越来越深 而且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这种制度自信 也在同时的加强 他们相信所谓东升西降 提示东升西降 而且这种东升西降很大程度上 就是建立在对美国民主的衰落的一种判断基础上 如果美国民主继续衰落 那么未来就不可避免的 导致美国的这种制度的吸引力的下降 甚至产生内在内部的社会的各种的分裂 最后内战重新回到了1860年代的内战的状态 那么这是中国对美国 中国的高层对美国政治的一个判断 而且在过去一年 尤其到最近一周 我也读到比如说吉米卡特 美国前总统的一个最新的文章 他对美国民主的衰落 对美国民主的危险 也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跟我们过去一年 我们在美国的媒体读到的美国知识分子 政治学家 对美国民主的一种悲观的预期警告都一致 尤其在最近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讲话 关于他的两个投票权的法案 现在在参议院通过相当困难 有一些现实的一些考量 就是如果他的这两个投票权法案 无法通过的话 那么可能对未来美国民主的衰落 其实就在做一个证实 就是说对美国民主无法进行改善 那么这是对美国政治的一个打击 对拜登政府的权威一大打击 对美国的中期选举 对拜登政府两年以后的连任 都是一个大打击 那么美国民主的衰落变得就板上钉钉了 那么这种情形 真的是很像1850年的美国的民主的危机 1850年的美国民主的危机 我们知道在内战之前的 在民主党 辉和党之间 在废卢 反废卢 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这种冲突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现实政治当中 似乎我们看到这种分裂 几乎重演了 这种重演 当然不完全是重演 当年的重演是 我们看这个南方 拥护奴隶制的南方 他的威胁 实际上是退出联邦 是联邦是否存在 美国今天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联邦制的这种 至高无造 我觉得还是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冲击 但是美国的民主 确实 一大堆问题 就像 好像川普前总统 他在现在 他在过去 他在未来 都可能对美国民主 美国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冲击 他的支持者 所可能 带来的一种冲击 比如说 在 我们现在看到 可能有意义的 美国人 可能会支持 采取一种 武装 叛乱的方式 来颠覆美国 现在的民主 那么 这个真的是 到了一种 内战的边缘 但是他们 当然不是破坏联邦制 而是要夺取 美国的联邦的 控制的一种权力 颠覆美国 现在的民主的制度 在这意义上讲 内战的危险 确实是相当的强 不仅是1850年到1860年代 将近十几年的 十年的一种准备 一种冲突 实际上可能 随时都可能爆发 随时都可能变成一种 在新媒体时代 社交媒体时代 随时可能变成第二天 我们就做完节目 第二天就可能 在美国内部就爆发 这种大大小小冲突 而且这种大大小小冲突 在我的计算里头 它最后 它会形成一种雪崩式的效应 被演变成一种内战 大规模的冲突 那么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上讲 美国现在的民主 确实处于相当的危险当中 回到了1850年的一种危机 所以我们要反思 对美国民主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我最近 我这周也结束了 我在明镜的 中国政学基础的这种 讲座 要春节以后 重新开始 但是春节前 我们各种事情都很忙 被迫中断 但是对美国政治 对中国政治的比较 对民主的这种讲解 其实真的是要回到 美国的 19世纪的内战时期来考量 当时内战时期 比如说南方的 奴隶制的国家 这个所谓的 这个北纬36度33分的 这个当年的这么一个划分 我们知道南方奴隶制 它最后 所有 对这些奴隶制的支持 以及到现在 从三阶党到新三阶党 所有的这些保守主义者 他们所支持的 他们所相信的 实际上是超越美国宪法的 一种所谓的天命 天命是相当中文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是相信一种神意 他们相信有一些合法性 是超越美国宪法 那么这是美国的新民粹主义 川普主义 他一直在动员的 这是对美国宪法的根本的颠覆 这才是美国现在民主 面临的最大威胁 也是一百多年前 两百年前了 一百一百一百 一个半世纪以前 美国的民主 美国内战时期 同样免得危险 就是一些南方的这些政客们 他们相信 有超越美国宪法的 所谓的审议天命 那么这才是最危险的 到现在没有改变 如果这种审议 这种天命 有新的解释 新的说法 我们在民主国家的范畴里头 我们很难想象 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宪法 现在我们现在看到 有很多人相信 有一些东西 可以超越宪法 可以颠覆宪法 那么而且变成 很现实的政治力量 那么在这一上讲 美国的民主 确实是面临着这种 超越宪法的 颠覆性的一种危险 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 北京也是特别担心 有所谓颠覆性力量 其实没有 颠覆性力量一直来自于 与党的内部 对现在宪法的一种颠覆 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是 美国甚至美国社会当中 对美国宪法的一种外部的 这种外部是宪法之外的 美国社会当中的 但是是在 在野党里头的 共和党里头的 已经 它的支持者当中的 一种颠覆性力量 那么 这是相当危险的 换句话说 表面上美国的颠覆性力量 是来自于所谓的反建制派 但是反建制派又和 它党内的建制派的 共和党力量又相结合 那这种结合 才变成是美国政治 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 那么在这意义上讲 这种结合 里因 里外 这种 我们这些老人 我们很熟悉的词 叫做什么 内外勾结的 这种 内外勾结的 外不是外部的国 不是民主国家外部 而是体制内 建制内的 内外的 这种内外勾结的 这种里因外合的 这种 反民主的 反建制的 反宪法的力量 在美国 现在并没有效处 只不过很有幸 我们在过去一周 也看到美国的 联邦的检察官 也终于开始起诉 1月6号的 啤酒馆政变的 一些人 而且是一 叛乱罪的罪名 在起诉 那么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种叛乱的 一种危险 但现在他们所面对的 这种叛乱的群众 叛乱的政治力量 真是相当的庞大 如何遏制 如何能够对付他 简直在我看起来 是超出了美国 历史上 内战以后 历史上的这种 所有的建制的力量 FBI的力量 我真的很担心 现在似乎是需要一种 全世界的民主力量 都来保卫美国民主 就像我们当年 我们在国内 我们一直知道 比如说 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后 也在比如说亡民 说要保卫苏联 其实现在全世界 民主力量都面临着 在一个威权民主竞争当中 一方面要跟威权阵营竞争 我们刚刚谈的第二个话题 其实全世界的民主阵营 在跟威权阵营 相近的时候 其实现在也面临着 如何保卫美国民主的 一个问题 美国内部 美国未来 是否会面临着 西班牙内战的一种危险 在我看起来 都是变得非常的现实 非常可能 是不是全世界的 民主的力量 要组成国际纵队 来保卫美国民主 这都成为一个 不是开玩笑的问题了 但是你不觉得 美国的军队的 这种独立性 和受到法律的制约的程度 和美国行政系统的独立性 和美国司法系统的独立性 在去年和前年的 这些危机中间 已经扮演了 这个族用 为了他们就扮演不了族用 他们会分裂 我觉得 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主要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 我刚才所说的 理因外合 这种内外的勾结 它可能会造成 一种 1933年 魏马民主被颠覆的 一种重演 就是民主被 偷窃 民主被偷窃 某一个政客 他能够 以所谓的合法的程序 获得 总统的职位 然后 取缔所有的政党 反对者 社会运动 公民社会 1933年之后 在纳粹德国重演 曾经演过的这些 那么 那么军队能做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只能服从最高的统帅 就是很难 那么 法院 法官 知识史 最后也都是在 一种强大的 威慑力之下 转向 在德国 在日本 都发生 那么在未来 在未来的美国 为马民主的危机 未尝不可能重演 那么 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谈的这种 您刚才所说的 最高法院 军队 等等等等 我觉得不是一个 一个问题的 我觉得不是一个层面 他们的 如果说他们一旦 面临一种被窃取的层面 他们也没有办法 这是民主体制 一个 内在的一种缺陷 一旦有窃贼 建权了民主 其实他们很难做什么 他们做 需要极大的勇气 极大的勇气 极大的勇气 这个 相当的困难 极大的勇气 相当的困难 因为 这是很难 做一个政治决断的 任何一个将领 任何一个法官 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政客 这种政治决断 在和平时期 在一个非常 在一个普通的时期 它是很难 培养出这种政治决断力的 很难得到 它这种决断 也很难得到 足够的支持 它不相信自己 做这样决断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有足够的合法性 还是说 它只能采取一种 刺杀凯撒的一种方式 这个对民主体制来讲 真是一种极端的考验 相当极端的考验 是不是只能以刺杀的方式 来进行 这个 我觉得民主体制 真的是很难经受 这样一种考验 好的 那么今天我非常感谢 谢谢吴强博士 接受我的这个专访 那我只能继续期待 到下个星期 跟吴强博士见面 其实我恨不得 天天都能骚扰你 希望天天能够听到 你的实质的这个见解 那么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吴强博士 下个星期见 好 下个星期见 各位观众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